哈喽大家好我是刘小畅 今天教大家如何做视觉对比 首先找到你的时间线 然后按住option键拖转你的视频 之后呢去上面这个视频 输入你分辨率的一半 比如说我是3840就输1920 之后呢去上面这个片段 按平衡颜色 你就看到啊这个颜色不一样 之后呢去字幕库里面找到调整层 然后呢把这个调整层和这个视频 创立一个复合片段 然后之后呢去这个复合片段 加入自定义LUT 那你要放在调整层 还是你的视频都可以 然后找到你喜欢的这个调色LUT 这个我使用的呢 还是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了 LUT Master里面的这个调色LUT 然后呢就看到已经好了 就是中间切成两片 有个视觉对比 然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做三个画面对比 首先照样按住option键 拖转最下面这个片段 之后呢把最下面这个片段禁用 按V 然后之后呢来中间这个片段 输入3840的 三分之一 也就是1280 然后呢平衡颜色拖出来这个调整层 就是记得再调整层一定在中间 不能在最上面 然后这样加入自定义LUT 然后选到一个这里比较喜欢的LUT 然后调整一下这个那个 什么对比啊 混合啊这些东西都调整完了以后呢 把下面中间这两个片段呢 按一个复合片段 然后再去上面这个片段 然后把这个剪裁照样输入到2560 也就是三分之二 然后把最后下面这个片段重新使用 按V就看到就三个片段了 那如果你想要弄一个那种 从左到右的这个转换的那种对比 那很简单 就到视频开头 然后到剪裁 然后按一个关键针 之后呢就把它拖拽 像我这个视频的分辨率其实是3840 所以我可以直接输入3840 然后呢移动你的光标到结尾处 然后把这个3840呢改为0 然后我们再回到开头看一遍 你就看到啊 它这个就是有个对比 这个对比条 从右边这样缓缓缓缓拉到左边 那今天就到这里咯 希望大家喜欢 然后点赞三连咯 拜拜